來 從烤爐取出琥珀色烤鴨 外皮油亮 香氣立刻飄散出來 師傅動作俐落 趕緊切片 讓韜客一飽口福 他烤鴨皮很脆 然後不油膩 對然後肉質很軟 對然後他加上他的那個小黃瓜 還有他搭配就是芹菜啊 然後還有那個白蘿蔔啊 非常的爽口 所以原來烤鴨可能會有一點點油膩 可是再加上這些搭配起來 就整個很爽口這樣 鑽上白糖或者包入春捲 每一口都是幸福的滋味 烤鴨呢有七種吃法 那CP值非常高 不會比那個大飯店喔 茶真的是很好 烤鴨三次不稀奇 鴨肉從鍋子裡油炸起鍋 撒上辛香料 成了很難才吃得到的鹹酥鴨 每一口都是驚喜耶 因為像這個很難吃到那個鹽酥蝦吃起來 那麼沒有心燒味 然後那個醬鴨的鍋氣也很入有抵禦 所以那個烤鴨的部分呢 就是風味很好香氣也夠 尤其也不油膩 那如果沾白糖吃的話 其實是另外一種口感 鴨肉本身會有一個鴨包味 所以說它的鴨子 如果你不是那個生鮮鴨的話 下去做會有一個臭臭味 所以說很多人不太敢做鹽酥鴨 還有一個鴨肉 很多我們台灣人吃的鴨 一般都是薑母鴨啦 酸菜鴨啦 它都是因為要靠那個東西來鴨那個味道 陳平良年輕時為了學習烤鴨技術 在北京一待就是三年 他的烤鴨做法是明火烤鴨 不管是在木炭挑選 或者烤鴨放入烤爐前 每個動作都很講究 我們鴨回來一定是溫體鴨 溫體鴨回來以後我要馬上處理 處理弄完了以後 我們要冷凍24小時 24小時完成以後 才可以拿出來解凍 才可以靜鴨才可以烤 解凍的過程中還要再開始吹風 最少要6個小時的過程 然後再來 烤的過程中還要70分鐘左右 因為我們的鴨 目前都是以五斤為種 我們這種烤鴨不是算燜爐烤鴨 我們是算明火烤鴨 所以我們要看它的火線 它的火線就是說 我們的鴨不能完全蓋死 一定要有一個火苗上去烤 它這樣子壓著皮度 才不會完全乾掉 才會有汁 當我們吃皮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入口即化的感覺 馬祖出生的他 把家鄉知名的激光餅料理 帶到基隆 激光餅先經過油炸 包入客宰蛋 口感更是一絕 這個激光餅也非常特別 它是用炸的 那非常的香脆 然後再加上這個芋蛙蛋 真的是非常好吃 烤鴨還沒吃完 餐桌上出現馬祖知名的美食佛手 而它的學名叫做龜竹 它這個要這樣子對嚼下去 跟我們啃瓜子一樣 挖開來裡面的肉 裡面所有的肉 包括黑的這部分都可以吃 只有殼跟皮要吃就好 而這一道乾鍋一爐 滿滿海鮮 搭配蔬菜、裡面食材、辛香料 加起來就超過100種 我們台灣人比較喜歡吃海鮮 所以說我們會以海鮮為主 做乾鍋 裡面有蝦子、魷魚、蛤蟆、魚塊 很多種東西 大概有七、八種的海鮮在裡面 然後這裡面還包含了菇類 還有瓜類的部分 它不能用蔬菜類的 然後我們底下會有一個 豌豆芽、框粉 裡面的食材大概有40多種 那我們的醬料食材也有40多種 所以這一道菜裡面 包括炒的部分 大概有一百種東西在裡面 組合出來的一個乾鍋 江馬祖美食全都搬到本島 沒有華麗的招牌和裝潢 基隆無名烤鴨 繼續在外木山飄香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